大院 赶紧疼吧 疼咱最起碗 宽散 是不是 是 改善生活嘛 而且冬天来讲要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对 现在卫生间比咱家还好呢 现在不是都里面都有空调吗 有空调 这样就是它 大院 人家赶紧给咱改革 是啊 是不是 咱们不要叫做 要孩子给两居酒就行 哦 您是男孩女儿 男孩啊 哦 那是 三十六了 做什么工作啊 你跟男生的 干导游呢 哦 你今儿有明天没有的 结婚了吗 没 没合适的 是 那大妈您打算就是您着急吗 您孩子结婚 不着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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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着急没用 这不是咱着急的事 啊 哈哈哈哈 那您没说到人给他介绍这事啊 你这个关键 你这工作部分 你一定能养活人家 导游应该是 你这是没 这就闲了多少个时间了 你说那一两年了呗 是啊 对啊 今儿有门明天没有 哎 啊 不该再找 才是让他自己吧 那您不着急抱那个 好哎 哈哈哈 把村子更赖 是啊 更被拴住了 挺好 顺其自然吧 是啊 您这心态真棒 嗯 嗯 那您家 这不是着急的事 是 嗯 您家这住多大 我们家 十米 啊 哎呦 十米 我们俩人 哎呦 小孩 孩子一间 哦 俩人住十米 孩子那间多大 八米九 哎呦 前面接住点来 真不容易 够一个人住的行了 哎呦 真不容易 真是真不容易 你一买房买的行吗 人不拆钱你买不起 是啊 是吧 嗯 代官你没问题 无论谁带你啊 哎呦 没错 你住公租房 嗯 共产权房 你也买不起 哦 也买不起 共产房 嗯 没 单位不给你开证明 你怎么弄 哎呦 那也确实 也再一个给了你 太远 你怎么上班啊 是啊 一般的共产房 基本上 六环一半 你怎么住 他上班没法住 咱们可以 他怎么 真是 咱们要退休间 嗯 是不是 是 吃好吃了 吃饱就得 您这退休间拿多少 我是个长的 嗯 我刚开始退 拿九五百多块钱 哦 几几年 零九 哦 是啊 这十多年了 嗯 拿三千多 三千三 哎呦 那还行 还行 大妈那您觉得那北京房价怎么 您怎么看 房价高点吧 嗯 那你怎么说呢 这这没法说 是啊 是不是 嗯 咱不判别的 你拆迁 你让老百姓住得起房 嗯 别添钱就行了 就不添钱就行了 别添钱 是啊 那要添点多少您能接受 比如添个二十万三十万您能接受 接受不了 哈哈哈 都给他咱们 真是 是不是 对 你开病呢 嗯 你小病就行了 大病怎么办 你就忍得吗 真是 忍不了 不添钱 最好别添钱 是啊 是不是 嗯 还是说 要不你给共产房也行 交房费 哪怕你交个五百块钱的房费呢 是 就行 我咱们不要求呢 你给个 给个七八十米两居室就行 也没有高要求 没有高要求 够住就行 够住就行 是啊 什么高点低 高点有电梯低点也行 真是 还能活动呢 是不是 咱的要求不高 是 给你最起码你让老百姓住得起房 嗯 吃得起饭 对 就行了 您都是实在在的要求 对